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汉语 今天我想给大家读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在世界上非常有名 它就是The Little Prince 中文名字叫小王子 希望大家能从今天的故事中学到一些新的词汇和短语 那如果你想跟我学习HSK的话 那可以去我们的网站购买我的课程 谢谢大家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六岁的时候 我在一本书中看到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画 这本书的名字叫《大自然的真实故事》 是关于原始森林的 这幅画描绘的是一条蟒蛇正在吞食野兽 这就是那幅画的模本 书上说 蟒蛇会将猎物整个吞下 不加咀嚼 然后它们就无法动弹了 蟒蛇要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 边睡觉 边消化 于是我深深地沉浸在关于丛林探险的想象中 经过一番努力 最终我用彩色铅笔完成了我的处女作 也就是我的一号作品 它长这样 我把我的杰作拿给大人看 问他们是否害怕 但他们回答说 害怕 为什么我们要害怕一顶帽子 我画的不是帽子 我画的是一条正在消化大象的蟒蛇 但是因为大人看不懂 所以我又画了一幅画 我画了蟒蛇的内部 这样大人就能看清楚了 他们总是需要解释 我的二号作品是这样的 这次大人直接劝我 不要再画蟒蛇了 无论是肚皮里面 还是肚皮外面 同时他们让我把精力放在地理 历史 算术和语法上 就这样 六岁的时候 我就放弃当画家 这一伟大的志向了 一号作品和二号作品的失败 让我沮丧 大人永远无法靠自己弄明白事情 总要小孩子来给他们解释 这让我觉得很累 后来我选择了另外的职业 并学会了驾驶飞机 我差不多飞遍了全世界 地理知识确实对我帮助很大 我一眼就能分辨出中国和亚利桑那 要是有人在夜里迷路 这样的知识是很有用的 我这一生中遇到过许多只关心正经事的人 我在成年人中间生活了很长时间 我曾近距离地观察过他们 但这并没有怎么改变我对他们的看法 每当我遇到在我看来聪明的大人时 我就会拿出我一直保存的一号作品来测试他 我想知道是否有人能真正理解这幅画 但不管是谁 他总是回答说 那是一顶帽子 然后我就不会再和那个人讨论 蟒蛇 原始森林 或者星星了 我会让自己降低到他的水平 我会跟他谈谈桥牌 高尔夫 政治 或者领带 大人也会因为认识了一个这么理智的人 而感到高兴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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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 深刻 描绘 描绘 蟒蛇 蟒蛇 野兽 野兽 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 咀嚼 咀嚼 消化 消化 沉静 沉静 探险 探险 杰作 杰作 劝 劝 经历 经历 志向 沮丧 沮丧 分辨 分辨 正经 正经 观察 观察 测试 测试 降低 降低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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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智 理智 很好 听完今天的故事 你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哦 对了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有关汉语的内容 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everydaytransit.com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